这是网友时拍的一家外卖店厨房内的场景 看到这样的卫生环境 你还觉得自己点的外卖还很香吗 近日在广州的一家餐厅内 有人拍到工作人员用炒菜锅刷扫板 然后清理墙壁 店主称是工作人员图方便 以后会教育不再这么做 深圳的一位网友 看到他家楼房后面的一家比较红火的外卖店店主 正在从店内的下水道中捞取地沟油 不知道是不是为了给这些捞取地沟油的人提供方便 现在居然还有人发明了地沟油的分离器 这是一个关于地沟油的新发明 油水分离器 把客人吃剩下的火锅和剩菜 倒进这个机器里 就能够直接把油分离出来 这个油应该叫地沟油还是筷子油呢 据说这款机器在淘宝上卖的很火 不知道是不是都被这些黑心的菜饮店老板买去了呢 也不知道发明这款机器的人初衷是什么 难道就是为了取用地沟油方便吗 这位厨师说 他们饭店做的酸菜鱼自己都不敢吃 我们饭店做的酸菜鱼我可不敢吃 正常的酸菜鱼都是把鱼从鱼缸里捞出来 限杀之后片成鱼片 再加上大骨熬汤烹饪而成 可是这样做成本高啊还费人工 后来我们的后厨给我支了一招 说使自来水加上科技浓缩鱼高汤 清水秒变浓汤 你以为这就完了 还得加点金汤糕 使味道更浓厚 汤色瞬间变金黄 鱼肉味不够 就加点鱼肉香精和汤力鲜 小料一下 嘿这香味可不是一般的鱼能比的 最后 把用饱水剂泡过的袋装鱼片 下里面这么一烫 完事装盘 撒上小料 用热油一浇 走你 这科技小鱼一上桌 保你全家乐呵呵 这是路边卖手抓饼的小摊贩 只见他在地上的积水中洗了一下抹布 然后用这块抹布去擦他的操作台 视频中一个工人正在把一条条 活不乱跳的鱼放进搅拌机 很快就变成了肉泥 你看出问题来了吗 这些鱼根本就没有去除内脏 直接就粉碎了 最后可能被做成鱼丸 流向市场 这位男士称 好可怕 鸡蛋里面竟然有这么长的虫子 还好几条 这位男士点了一份外卖的螺蛳粉 没想到却吃出来一个螺蛳头 火腿肠是孩子们比较喜欢的食物 双绘火腿是中国最著名的火腿肠品牌 这位网友买的火腿肠切开后发现 里面竟然有令人作呕的义物 沈西安康的女士居然在火腿肠中 吃出了十几厘米长的塑料袋 让它十分恶心 这就是传说中的硅胶豆腐 这种豆腐在制作过程中 增加了增稠剂 卡拉椒 明胶 色素等 可以让豆腐更加有弹性 也增加了产量 但营养成分大大降低 这是一个小型的茶叶加工厂 工作人员正在用高压喷雾机 给茶叶添加香精 据说这样做出来的茶叶闻起来清香四溢 脉相非常好 这位女士在果汁中发现了一大块衣物 这是我们喝了一天的会员果汁 喝完之后我感觉这里面有东西 然后我就把盒子剪开看了一下 这个保质期应该还没过 这是今年六月份产的 保质期是十二个月 我打开一看 这里面黑乎乎的 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超级恶心 官方能给看看这是什么吗 如果告诉你 这些烂苹果就是做果汁的原料 你可能就不会惊讶 为什么果汁里有异物了 四川达州的一位网友买了一些香蕉 香蕉散发着一股刺鼻的味道 没想到居然熏死了很多苍蝇和蚊子 人们纷纷质疑 这香蕉到底经历了什么 难不成用毒药泡过 北京烤鸭 作为中国传统美食 皮脆肉嫩 色泽诱人 是大家比较喜欢的美食之一 吃过的朋友都知道 一份北京烤鸭最少要一百多元钱 但是 在中国很多城市的街头 售卖的烤鸭一只才卖二十块钱 也就是不足三美元 同样的烤鸭 为什么差距这么大呢 这位网友揭露了这种街头烤鸭的秘密 滋滋冒油的小烤鸭 它来了 你看这脖子全是淤血 放上点双氧水 泡一个晚上 淤血就泡出来了 把残余的内脏清理一下 再把那些残得厉害的挑出来 这基本上是处理原材料的第一步 这就是街头售卖的 二十块钱的烤鸭的原材料 咱就说这种鸭子你还敢吃吗 尤其是外面那种二十几块的鸭子 正常的鸭子怎么也得养个五六个月才能出篮吧 可你不知道的是 这种鸭子是一个月就能养成的速成鸭 一只成本不足十块钱 这种鸭子从来都没有晒过太阳 更没有下过水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肉长得特别快 养殖过程中 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不让它们生病 所以养殖人员每次在给它们喂食的时候 都会添加大量的抗生素 所以体内的抗生素严重超标 人体摄入过多的抗生素会导致白细胞下降 甚至还会损伤肝脏和肾脏 另外为了这种烤鸭的口感好 添加剂入骨香来了 为了让烤鸭看起来更大更饱满 复合磷酸盐来了 为了让烤鸭脉相好 焦焦香和麦芽分来了 最后我们看到的烤鸭就是焦香四溢 又脆又嫩 十分诱人 仔细想想 这也太可怕了 鸡爪对于很多西方人来说 是无法接受的食品之一 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说 却是一种美味的小吃 一些人认为鸡爪肉质弹性锋码 特别具有嚼头 同时鸡爪富含胶原蛋白 钙以及其他必须的维生素和矿物质 具有一定的保健作用 所以吃鸡爪在中国很流行 这也催生了中国的商家 大量从美国巴西等国家进口鸡爪 这无可厚非 但是一些不良商家贪图便宜 甚至会进口冷冻两三年以上的鸡爪 品质极低 这些鸡爪进口到中国以后 以极低的价格卖给一些 制作鸡爪熟食小吃的黑作坊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些劣质鸡爪 是如何在这些黑作坊中 变成一袋袋的美食小吃的 首先 它们会对这些劣质鸡爪进行漂白处理 有两种方法 一是采用工业刷氧水进行漂白 二是用工业甲醛 也就是俗称的福尔玛林溶液 加上烧碱一起泡发 经过这两种方法处理过的鸡爪 又白又胖 外观非常好看 然后这些鸡爪再加上各种调料 当然也少不了科技与很活 做成了各种色香味俱全的鸡爪小吃 但不幸的是 经过这样的操作之后 鸡爪的营养成分基本都损失了 而且还被双氧水 甲醛等工业品污染了 这样的鸡爪吃了之后 对身体百害而无一利 四川德阳市的执法人员 发现了一个食品加工黑作坊 一些火锅店常用的毛肚 压肠等食材 被浸泡在几个肮脏的池子里 据说是工业活减溶液 泡发后可以让食材变得又白又大 这位女士称 吓死人了 这是潮汕牛肉火锅店 晚上牛肉就这样放着 你看老鼠就在上面吃 吃得津津有味 这肉还能吃吗 你看真是的 哎呦 我还经常在这里吃牛排 据X平台爆料 11月29日 在浙江越青市青远路 有网友路过一家火锅店时 竟发现店内一只老鼠 正在津津有味的 啃食着桌上的牛排 据说视频曝光后 这家店被查封 无独有偶 近日也有网友 拍到在张家界 天门山景区的一家餐馆里 有三只老鼠 正在厨房里偷吃食材 大厅里还有游客正在吃饭 这只老鼠正在肆无忌惮地 偷吃做好的外卖 有网友调侃道 这些老鼠被做成鸭婆 就闹筒不起来了 还有人说 我看到了 是小鸭子 不是老鼠 网友们之所以这么评论 是有原因的 还记得我们之前报道过的 鼠头鸭婆事件吗 今年6月1日 江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的一名学生 在学校食堂的饭菜里 吃出了一只老鼠头 竟然被当地的食品管理部门 鉴定为鸭婆 网友们由此还发明了 一个新的英语单词 Rock 后来江西省政府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 责承相关部门重启调查 并于6月17日正式宣布 此物为老鼠类 镊齿 动物头部 而非压缚 这么荒诞的事情都可以发生 也难怪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会如此严重了 遗憾的是 中国的高校食堂并没有接受这次教训 让荒诞的一幕再次上演 上海网友近日发帖表示 在上海交通大学的校园餐厅中 有学生在饭菜中吃到约1.5公分长的针头 之后学生便向校方反应此事 要求校方给交代 对于此事 上海交大后勤支援部在11月24日表示 已咨询过相关部门 该针头并非用于人体或做实验用的针头 而是给猪打疫苗的针头 校方这番说法不但无法令学生安心 反引发更多学生的忧虑 相关评论也在网络迅速引起热议 有网友就留言质疑 这么大根针 洗菜的看不见 切菜的看不见 炒菜的也看不见 好离谱 食品安全不是一直都是最重要的吗 7月17日 有同学在广州华市外语艺术职业学校食堂就餐时 在烤鸭中吃出疑似橡胶异物 怀疑是避孕套 当晚 校方工作人员做出回应 称经初步调查 该义务系鸭子的眼球膜 校方已将相关样品保留 并向家长和学生说明了此事 7月19日上午 广州增城发布了该事件的通报 声称邀请专家到第三方检测机构的实验室 经形态及红外检测 成分检测对比 确认为鸭子的眼球膜 还要求广大网民以权威发布信息为准 不信谣 不造谣 不传谣 共同守护清朗网络环境 在权威部门的认定下 该事件不了了之 人们只能再次看着所谓政府权威部门 众目睽睽之下公然撒谎 而又无能为力 网友对此分析 说是鸭子眼球膜真是有点扯 这么大的学生了 不可能连鸭子眼球膜和避孕套傻傻分不清楚吧 记得上次直属为鸭的事过去也就半个月 现在又出了个更荒唐的 真是让人大截眼镜啊 也有网友评论说 今年的鸭子可真忙 之前说老鼠头是鸭脖 现在又来拿鸭子说事 鸭子怎么这么倒霉 什么都绕不开它 其实出现问题及时承认错误改正就行了 为什么死不认账 都存在侥幸心理 想门混过关 好好把食堂的卫生抓紧搞一下 比什么都强 你知道吗 在中国面粉也造假 而且是多年前就已经开始做了 有的面粉厂会掺华石粉 也有的是掺钙粉 也就是石灰粉 据说在抹小麦的时候 同时掺进去能把小麦粉增白 同时一斤华石粉或钙粉只要几分钱 一斤面粉卖两块左右 因此很多面粉厂都在加 不仅加华石粉 还会加其他的增白剂 增香剂等 按照中国的食品标准规定 面粉的添加剂最多可以达到25% 也就是说 你买一袋面粉 其中有四分之一都是添加剂 其实在面粉厂加过一次之后 面条厂买来的面粉 在加工面条的过程中 还会继续添加华石粉等各种添加剂 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 而是行业内普遍采用的招数了 这位女士在广州的一家大型超市里 找不到一款没有食品添加剂的包子 或者馒头 我就不信 偌大的超市 我还找不到一款没有食品添加剂的包子 哪怕是馒头 都有食品添加剂 这么多添加剂 我都看不懂 我就不信找不到 天啊 就这一款我们最喜欢吃的 也都是有很多添加剂 真的是很无奈啊 我儿子超喜欢这款 以后不能买了 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这款馒头 看看配料表 也是有添加剂 窝窝头也有 这个更离谱了 我的妈呀 好几十种 天呐 密密麻麻 全部是配料 这么多 整个超市 我居然找不到一款没有食品添加剂的包子 真是悲哀啊 近日 一则脚踩葡萄干的视频引爆大罗网路 视频中可见 大堆的葡萄干摊在地上 一位农民 光着脚踩在葡萄干上干活 这张图片曝光后 立即引发网友激烈讨论 不少网友表示惊恐 直言 吃葡萄干从来不喜 还有网友评论说 我一直用葡萄干泡水喝 原来喝的都是洗脚水 其实这则视频是四川一位农民 在分享自家葡萄干的优质制作过程 却意外拍到了工人脚踩葡萄干的画面 引发了公众对食品卫生的担忧 面对网友的质疑和疑虑 尽管涉事农民一再强调 他的葡萄干经过严格的加工程序 生产过程中使用高压水枪 并采用快速干燥和紫外线杀菌 以确保产品的卫生标准 不过 这一回应并不能完全打消舆论的疑虑 很多人还是表示 以后不想再吃葡萄干了 其实用脚踩方式加工食物并不新鲜 比如茶叶的加工 这是近日网友拍摄的 茶农制作铁关音茶叶的过程 茶叶的制作过程中 有一个步骤叫做揉茶 揉茶的目的是破坏茶叶的细胞 让茶叶的汁水流出来 这样泡出的茶才会更香 但是这样直接用脚来制作 很多网友还是表示不能接受 其实自古以来 茶农都是用脚踩来完成这工序的 不过现在有了机械化设备以后 这种方法基本放弃了 但还有部分农村仍然保留这种古老的做法 所以喝茶之前先洗一下 也是很有必要的 这是由工人们在加工一种叫陈皮的调料 视频中也可以看出 那名女士也是用脚踩的 不过是穿着鞋子而已 这种酸豆角的加工过程中 工人们也是用脚直接踩上去的 看来这种加工过程 工鸡都不想再吃酸豆角了 近年来经常听到 底层互害这个网络词语 指的是这么一种现象 挣扎在社会底层的人 心怀怨愿 却不能或不知反抗命运 更不会相互温暖 反而却祸害同样 出在底层社会的其他人 在这样的社会生态之中 每个人都既是受害者 也是施害者 很不幸 现在的中国就存在着 严重的底层互害现象 比如厨师不吃自己做的菜 馒头店的老板不吃自己做的馒头 食品加工厂的工人 不吃自己厂出产的食品等等 这些人往往极度自私 从不为别人着想 更有甚者 还有人还妄想一夜暴富 在道德缺失的情况下 不惜铤而走险 造假受假 殊不知 如果大家都这样做 而又缺乏有效的监管 那结果就是整个社会 都会处于一种危险无序的状态下 结果必然是害人害己 谁都不能幸免 感谢观看